精斗角 明争暗斗 花了这么多的钱都在买武器 可是真正的人呢 苦难的全球的可怜的小孩 弱势的团体 孤儿 性侵犯 养老院 幼幼院 很少人要去救啊 所以众生是真的很苦的 那众生苦的时候怎么办 大家念大悲观世音菩萨吧 若你现在学佛 当苦难来的时候 你不要怕 你不会死 你会勇敢的活下去 但是若业境的人 他就会苦难 就会断气 诸佛菩萨 有没有办法改变 因为这个不是说 佛菩萨来惩罚你的 我常讲过 就是学佛法你要觉悟 好的坏的都掌握在你的手里 It's on your hand 你今生会有好的智慧 才华 能力 福报 人员 通通都是你修来的 今生你会碰到不如意 被人家骗 对不对 或是呢 遇到恶友 或被人家倒会 其实都是你过去呢 也骗过别人 只是你忘记了 而且你不承认 举一个例子好了 你都希望有幸福的家庭 假如你男女的关系很复杂的话 那当然你就不会有很好的家庭嘛 大家再想一想 不好意思我们在给浪这一区 我常常想到给浪的众生很可怜 所以为什么师父都送花眼镜 因为我也在观想 佛菩萨你放光吧 照一照这些苦难的众生 对不对 你说给浪的那些封城女郎 你真的去问她 她真的愿意吗 刚才跟你说 哎呦我好可怜哦 我要养爸爸 养妈妈 我是被迫下海的嘞 对不对 那我什么技能都没有啊 有从中国来的 有从马来西亚来了 有从印度尼西亚来的 她为了生活嘛 但是你再问她了一点呢 你真的喜欢吗 其实我也蛮喜欢的 反正躺在那边很爽嘛 就能赚钱嘛 对不对 可是她没有想到 如果得了病呢 终生就毁掉了 那你想想看 这样的人会找到好的老公吗 所以你说 家有发生第三者 其实也要忏悔 夫妻两个要忏悔 一定我们有过去的恶念 恶喜 不然以五界十战来讲 你很亲近的话 绝对呢 是也会改变 好 现在我讲的故事 就给你听 业是可以改变的 佛陀在世的时候 波斯尼王 他有一个儿子 女儿叫金刚女 他亲自他生的 可是呢 很可惜的 波斯尼王虽然贵为国王 可是他生出的这个女儿啊 非常的丑 而且长得有点恐怖 不太像人 那因为是自己生的 他只好养育他 等到年纪长大的时候 他就想 女儿呢 总是要呢 找个老公把他嫁了 他是一个国王 他本来想找其他国王的太子 嫁给他 可是没有一个太子要他 因为太丑了 太恐怖了 最后他想 没有钱的话 那我找一个贫穷的丈夫 幸好就嫁给他吧 后来好不容易 他找找找找 他那以后呢 的确有一个男孩子呢 还可以接受 因为他给他很多的钱 他想 反正呢 这个国王给我很多钱 那这个女儿 OK啦 我就接受吧 我就变成国王的女婿嘛 然后呢 国王呢 就给他很多楼房 也给他做官 而且很多珍宝 可是呢 他因为做文武百官 所以常常要聚会 聚会的时候呢 习惯呢 当时大家都会带漂亮的太太 来做社交活动 那慢慢人家就觉得很奇怪 诶 这位先生啊 就是波斯尼王的女婿啊 她来出席百官 怎么呢 都是一个人来呢 一两次 大家觉得还可以 可是每一次呢 她都没有带她太太 大家就怀疑 诶 她是很奇怪 她是没有老婆吗 还是有老婆 请问她有老婆的人 是老婆很丑呢 还是很漂亮呢 他们就很好奇 有一天 他们就很顽皮的 把这个女婿灌酒罪 把她灌罪 灌罪啊 就灌她三天三夜的罪 就把她钥匙给偷起来 就偷偷的一群人做弄她 跑到家里呢 就把门打开 她家有七层门哦 七重栏格 这样 一二三都开 开了一看 哎呀 原来她太太这么美啊 美如天仙啊 怪不得她呢 不带出来呢 他们就赶快把七重门又关了 就把钥匙还给她 到了第三天以后 这个女婿呢 突然酒醒了 醒了回家 一样呢 就开门 开门 开门 一打开 突然呢 就看到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吓了一跳 你是谁啊 她说 老公 我是你太太啊 我叫金刚女吧 她说 不会吧 你本来是不怎么漂亮的啊 她不敢说她很丑 她怕伤了她 她说 没错啊 我嫁给你的时候 真的很丑 我就是待在房里 你也不带我出去 我也不能出去 我知道你很爱面子 我觉得我出去 你也很丢脸 其实我也怕人家见 所以我心里很苦恼 可是啊 我听到释迦摩尼佛很伟大 所以我每天呢 你出去聚会的时候 我就在家里念 南无奥本师释迦摩尼佛 南无奥本师释迦摩尼佛 你每次出去聚会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念 一直念 其实我已经念很久 念了好几年的 念到今天呢 我告诉你 很不可思议 我一念了 佛来了 佛从地板下 这样子跑出来 当他跑出来的时候 出现头的时候 我头呢 就变清凉 就漂亮 然后跑出身体的时候 我身体就变了 当佛呢 整个身体变的时候 我整个呢 相貌都庄严了 所以我真正见到了佛 那时候我好感动 我顶礼了释迦摩尼佛 释迦摩尼佛为我说法 我就按照他的方法修行 所以我现在正到了 出国须陀华 原因就是这样 他现在听了非常感动 他说真的吗 那我要赶快告诉你爸爸 他就跑去 立刻骑着马车 去见波斯逆王 说国王 请你求求你见你女儿吧 那时候他国王呢 正在开会 有很多外国的外宾来 不要不要 我女儿这么丑 怎么可以叫他来 没有 你女儿非常的漂亮 现在美如天仙了 所以 波斯逆王跟所有的文武百官 就一起去看他了 看完以后 他就把这个故事 再讲一遍的时候 结果波斯逆王很感动地说 走 女儿 你带我去见释迦摩尼佛 我要拜他做老师 后来呢 波斯逆王 然后呢 就跟女儿坐着马车 以及所有的文武百官 去见释迦摩尼佛 那这时候 他就问了一个佛陀说 为什么会这样 一定有原因嘛 好 佛陀很高兴 所有人语会大众来呢 佛陀就讲了一个故事 在九远节 九远节之前 高山上住着一个辟之佛 他挡得很丑陋 有一天 因为天上没有下雨 人民民不聊生 他没有食物 所以这个辟之佛 就拿着波 到这个村庄里面去 讨饭 起食 在起食的时候 有一个大户长者的女儿 就出来供养辟之佛 可是一看到他 太丑了就被吓了一跳 就破口大骂 一直骂他 走走走 你身上很臭 你哪有修行人呢 对不对 用各式各种各样语言侮辱他 可是呢 这时候辟之佛 他因为是圣人 他就显现神通 然后让他看 他说 我不是你想象心很丑陋的人 我的心很好 我虽然外表差了一点 可是我的心很好 我是一个圣人 所以你不可以骂我 这时候他女儿一看到 哎呀 糟糕 刚才我骂错人了 我骂到一个圣人 就跟他忏悔 于是佛陀就说 你知道吗 那个门打开呢 骂人的那个女儿是谁呢 就是你现在的女儿 那个长者就是波斯利王尼 而这个辟之佛呢 就是你的女婿 因为他过去骂辟之佛的果报 所以他一出生都很丑 那是他的业 所以那他能够见到佛陀 是因为他曾经供养过圣贤僧 那他相貌呢 被变成了庄严 是因为他念佛的功德力 所以念佛是改变相貌的 所以最后他就在 释迦摩尼佛的坐下 听闻佛法变成虚陀环 所以再请看一次幻灯片 不管是自己的别业 个别的personal karma 或是供业 其实都可以改变 你跟爸爸妈妈 会投胎成为一家人 这叫供业 爸爸妈妈生四个小孩 四个小孩 每个人的相貌能力才华 不一样 那是别业 一定要有供业 才会一起投胎 作为一家人 可是每一个人的相貌才华 是不一样 要靠个人修 这是别业 所以讲这一段是希望大家 你来听观音法门 要真正呢 在你内心里转变 你不转变 你家里重视供观世音菩萨 当然很好 可是苦难来的时候 你还是会很痛苦的 除非你平常很用功 苦难来的时候 你能够一心称念 那么大悲观世音 因为你一心称念 你才能够转你的业力的 所以念佛也有他很殊胜的功德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知道 相貌从哪里来 相也是有心生的 所以各位觉悟吧 不用再买化妆品啦 把化妆品的钱拿去布施 不是很好吗 对不对 其实你说 注意听哦 师父没有任何恶意 不是叫你供养我 其实人是有福报 可以布施的 可是你看现代的人 买什么东西 他最喜欢买 买电脑 对不对 买衣服 买鞋子 甚至很不客气的说 买色情杂志 都很可愿意出钱啊 叫他呢 出钱去救个贫穷人啊 铁公鸡 一毛都不拔啊 对不对 你要趁着人的时候 你现在有福报 对不对 你把你四分之一的 比如说你一百新币 四分之一布施 你可以救很多很多的人 你救很多很多人 有一天你遇到苦难的时候 也有很多人很多人来关心你 想师父虽然是佛教徒 但是我非常赞叹基督教 天主教的全世界红十字会 还有呢 联合国的这个 联合国儿童 全世界的联合国的儿童基金会 你知道吗 基督教天主教的联合国全世界的儿童基金会 每一年就掉八千万的小孩啊 你家的小孩是很有福报的 了解吗 所以希望大家 修观音法门 要真正从你的身口意去实践 请看下面 几次 度神通 度友情 献神通 请看根三 第三十八页第二十三行 化入虚空 观音菩萨 地狱恶鬼出生以后 这时观自在菩萨 如是说以 说完了以后就顶礼 释迦摩尼佛的佛祖 顶礼完了以后呢 就忽然不屑 好 就像火焰一样进入虚空 意思是说 观世音菩萨没有时空障碍 对不起 没有时空的障碍 来去一切自如 请看下面 集五 广福德 立众生 分二 更一问曰 耳持保守菩萨白言 世尊 我现在有一点点的疑惑 请问如来 希望如来为我宣说 为什么观世音菩萨 他虽然是菩萨 但是他的福报功德力 这么广大无边呢 甚至他可以显现 一切诸佛都做不到的 神通功德力 来救度众生呢 为什么呢 接下来他就是较量 比较观音菩萨的功德 请看 更二 达约 分七 心一 等同无量的世事供养 释迦摩尼佛又告诉 保守菩萨说 就好像 琴茄沙 和沙树 琴茄沙 注意字 这个字有些人念经会念 克 茄河 和沙树 没有关系 他可以念克 也可以念琴 琴茄和沙树 假如像 琴茄和沙树 意思是说 就像印度横河一般 印度佛在横河两岸讲经说法 每当他辟喻 数量很多的时候 都用横河沙树 横沙树非常的细 细得像面粉一样 是指表示无量无边的意思 假如有像无量无边的琴茄和沙树 如来 印共振等绝 这么多的如来 现在以天妙衣 以及袈裟 来饮食 汤药 坐卧等 供养如是无量无边的诸佛 那你想想看 福报大不大 当然很大 对不对 每一次我们御佛法会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会御佛供养三宝 你看你一年也才一次御佛而已 当然你真心的话功德很大 可是这里经文告诉你 假如你可以供养像横河沙树一样的诸佛 那所获的功德呢 大不大呢 当然很大 可是这个功德 大到像横河沙树啊 事实上只有观世音菩萨呢 一根寒毛的福德这么大 所以可见观音菩萨的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不对 所以他叫做等同无异 再看第二个 心二 顺过于无数的雨滴 三千大千世界的雨滴 他说善男子 又如东西南北四大部州 在一年当中 一年有十二个月 昼夜都不停 一直下大雨 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一直下大雨 我 释迦牟尼佛可以算得出 三百六十五天 昼夜不断下雨的几滴的雨数 佛是有广大的神通跟智慧的 各位下次你可以试试看 假如新加坡下午呢 午后雷阵雨的时候 你拿一个水桶呢 然后放在门口外面 然后你看看你可以算多少雨滴 你就知道这个很不容易 可是佛呢 对不对 四大部州啊 下雨十二个月 也就连续一年啊 三百六十五天啊 昼夜不中断 佛都可以算出多少的雨滴数 可是呢 若有人供养 或是礼拜 或是修持观世音菩萨 所说的功德啊 是超过这个十二年的雨滴的 好 在这里我突然问一下 所以苦口婆心讲了半天 观世音菩萨功德很大 请问你在家里有正式的佛堂 而且有拜观世音菩萨 不管是画像雕像 好的 只要有拜观世音菩萨的 请举手 好非常好 各位很有善根 你家里呢没有佛堂 也没有供过观世音菩萨的 请举手 没关系 不要怕 请举手 举啊 好 师父给你个建议 从今天奖金开始结束 明天呢 去佛教文物店 买一张观世音菩萨的佛像 我想很多的寺庙 静中学会 或是佛教青年红华团 或大杯中心 应该都有佛像 去拿一个相框 Friend起来 真正 供观世音菩萨 至少供两样东西 供一杯水 供一个香 真的 相信师父 因为你报观世音菩萨 是有功德的 你现在不是说 你没有福报吗 你障碍很多啊 对不对 你呀 起码早晚起来 要供一杯水 所以不用钱吧 对 新加坡水比较贵一点 比马来西亚贵 也比台湾贵 这样好了 你在喝矿泉水之前 先用一个茶杯倒出来 供观世音菩萨 水代表清净平等心 香呢 买普通的香就供 拜观世音菩萨 早上拜一次 晚上拜一次 初一十五 看你的能力 你可以买香花灯果竹 买水果 或花供佛 真的你要这么做 为什么 你是一个凡夫 最大的功德力 是供养观世音菩萨 跟三宝 你现在不做 等你断气的时候 没人帮你做的 所以在做大部分呢 几乎呢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人 你家里都用 供观世音菩萨 很好 那我也去过 新加坡几位佛友家 我知道新加坡 佛家 家里都很小 对不对 政府组屋设计的很好 那没关系 就算你是一个学生 你也可以在自己 书架上面的第一层 供观世音菩萨 供一杯水跟香 那你也不要太执着 说哎呀师父 我们家很小 像供观世音菩萨 我单身一个男生 或女生住在一起 会不会不恭敬 哎呀你换衣服 观世音菩萨 才不要看你啊 假如你很执着 也很在乎 你觉得你没办法 做到清净恭敬心 那你就呢 做一个布脸 你换衣服的时候 不要身体对着佛菩萨 这是不好的缘起 转过来 我到厕所换就好了嘛 那平常就把 观世音菩萨 布脸拉起来 那你会说 师父这样好吗 其实这是很好的 恭敬心比较重要 了解吗 恭敬心才会生起功德 供养观世音菩萨 在普门评讲 那你礼报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就等同于 六十二亿 恒河沙菩萨的功德 那你不是说 你没有福报吗 你不是说 你生活很辛苦吗 你不是说呢 你工作都不顺利吗 那希望你 拜观音菩萨 或是拜地藏王菩萨 听老师父没有 要你花很多钱 起码去带一张佛卡 然后把它friend 很恭敬 然后供在书架上 早晚顶礼三拜 这个是很重要的 希望你真正升起功德 大悲观音菩萨的功德力 是非常大的 我甚至可以告诉你 师父 今年学佛二十六年 从在家开始 我学佛 我走到哪里 我以前学校的宿舍 我都供佛菩萨 我也供观世音菩萨 好 以前我们住台北市立师专 现在改成台北市立师范学院 那现在呢 改成台北市立大学 那当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五年是住校 那当时呢 在日具时代 那个是坟场 坟场就是很多枪杀人的地方 那我已经学佛了 学佛以后 当然我都会供乡 我也供观世音菩萨 还有背后西方三圣 我也供地藏菩萨 观音地藏 还有西方三圣 然后呢 我有一个基督徒的朋友 很奇怪 我们两个是好朋友 我姓佛教 他姓基督教 对不对 毕业的时候呢 他送我一部圣经 May God bless you 然后呢 我毕业的时候 我送他一部佛经 May Buddha bless you 我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什么都能谈 就是不能谈宗教 谈宗教就会吵架 三天三夜 最后我就不用讲了 但是他很奇怪 他很喜欢刮胡子 他胡子很长 very hairy 他很喜欢坐在我的书桌上 看观世音菩萨 这样刮胡子 我说 你为什么喜欢 他说 我看着观音菩萨很舒服 很像圣母玛丽亚 他就这样 我说你刮胡子不介意 不过你要恭敬心 对不对 后来呢 我毕业以后呢 我当了法师 他当了牧师 他在教会里面呢 教音乐 讲圣经 那礼拜六礼拜天很忙 我呢 礼拜六礼拜天呢 参加儿童佛学班 还有青少年大专佛学班 师父会教我们佛法 所以我们两个还是好朋友 对啊 所以心 你要打开一点 我常常觉得很多人呢 心呢 门是打开的 心是关闭的 新加坡听说最近有很多宗教冲突 其实我觉得心量打开一点 你可以拥有很多的朋友 但是你不用去改变别人的宗教 好 我继续讲 后来呢 我们那个地方呢 是曾经呢 是坟场 坟场的时候 有一天就突然呢 有人听到有鬼 鬼 就咻 然后就闹鬼了 闹鬼了以后很奇怪 所有的同学都跑到我的房间来了 他说 对不起 我可不可以到你房间来 我说为什么 因为你的房间有供佛菩萨 有香 我可以进来吗 可以 全部人都跑进来了 然后呢 床上也是 那书座也是 然后我就放音乐给他们听 我说很晚了 要不要回去 不要 那边有鬼 我们今天全部住你这里好吗 我说好啊 free no charge 到了第二天 白天了 后来我就去看 那时候师父已经学佛了 也皈依了 我心很正 我想鬼也是众生嘛 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就去 爬到楼顶 听说那个楼梯呢 以前有跳下来 有人自杀过 而且有枪杀过 我走的时候 真的我觉得毛骨悚然 师父真的感觉 那时候我就开始念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念大悲神咒 我就在最顶的操场上 楼顶上 一直绕三圈 我念了 绕了很多圈 我念了 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 我说观音菩萨 请你驾驶他们吧 他们堕入轨道 其实也很苦的 也希望他们不要常常 做弄变鬼来吓我们 我们是善良的学生 对不对 后来我回向完 就没有事了 后来我的学生呢 我的同学呢 就不到我的房间来了 你看众生多现实 但是的的确确 你供佛菩萨是有功德力 像地藏经讲 假如你家供佛菩萨 方圆五百里内 所有的众生都会得到利益的 所以希望刚才举手 你家里没有佛堂的人 没有关系 起码供一尊 图片的观世音菩萨 或地藏王菩萨 好吗 这样你自己 跟家人跟所有的邻居 都会得到无量的利益的 请看下面 新山 三十九页第七行 新山胜过无边的海水 善男子又如大海 深广八万四千玉善纳 这个八万四千玉善纳 是古代的丈量标准 我们现在用尺 公分或米 在印度叫做玉善纳 意思是说 大海是非常的深广的 如是这个大海 东南西北 四大部州的四大海水 我释迦牟尼佛 都可以算一滴一滴的海水的雨滴 可是呢 善男子 观世音菩萨 所度众生的功德 所累积的福报呢 是胜过于大海水 无量无边的 同样的意思也说 若有人念观世音菩萨的圣号 我六字大明咒的功德 你得到的功德 也是胜过于呢 无量无边的四大海水一般 所以佛就说 连我都没有办法 穷尽观音的功德 先看下面 我介绍水月观音 请注意听 这是讲义上没有 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 千江游水千江月 对不对 再过几天中秋节就到了 万里无云万里天 其实千江游水千江月 这个祭送是来自于华严经 是说诸佛菩萨就像天上的月亮 是它的法身跟暴身 而只要有水跟月影的地方 没有波浪 有水的地方就有月影 这个叫千百亿化身 所以在大海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月亮的话呢 是非常棒的 可是海有些人喜欢 因为它很宁静 很广阔 可是有些人也会怕海 为什么 太大了 觉得很恐惧 甚至呢 当狂风暴雨来的时候 海浪呢 是连船都会翻掉的 所以海会有很多的辟语 接下来再看 当我们的心很宁静的时候 缠坐的时候 你的心也会像千江游水千江月 在宁静的当中 也可以反射过去 现在未来的所有的记忆 所以中国人 这个这句词是很美的 千江游水千江月 万里无云 万里天 其实它的境界是很高的 接下来你看 有没有看到 月亮前面有两只什么 东粉 有没有 有没有看到吗 后面可能不太清楚 就是月亮的前面呢 有两个海豚这样跳过 你看 当大海很宁静的时候 连海底的众生都可以享受 喜悦跟宁静的感受 接下来 水月观音 我们常讲水月 其实以历史图像的远辩来讲 水月本来是代表 缘起性空 空性的智慧 其实水月刚开始是用在 大智文书施利菩萨 对不对 告诉你 你看水中的月亮 当你讲完经的时候 有机会你若到圣陶沙 晚上大家赏月的时候 大家不要跳下去 不要像李白 李白怎么死的呢 就是喝酒醉呢 看到月亮 跳下去 捞水中叶 给淹死的 所以我觉得李白 要是守五戒的话 就不会死了 对啊 他真的是喝酒醉啊 李白 大家知道 中国很伟大的文人 对不对 李白就是喝酒醉 跳下去捞水中月而死的 那中秋节的时候 你一定呢 会跟家人团聚 不管是picnic 或是到圣陶沙去走 但是你若看到月亮的话 你注意看 月亮啊 它有月影 事实上你手 若是真的去捞的话 你是抓不到月亮的 代表一切的东西 都不是永恒的 会变的 也是不是真实的 所以水月 本来是代表 空性的智慧 但是中国人 因为跟观世音菩萨 很有缘 所以最后就出现了 东黄壁画 水月观音 你看 左边左下角是天人 观世音菩萨 要为天人说法的时候 因为天人都很庄严 所以他一定要 现一个更庄严的样子 而呢 他也让天上的天人 我说过 上次说过 天人的寿命都很长 天人有很多 像帝世天 跟大凡天王 都在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 听过佛讲经的 所以 观音菩萨 一定会现更庄严的相貌 然后呢 为他说圣生的佛法 讲广大的菩萨道 讲六度波罗蜜 讲华严经十地 而且特别的 观音菩萨 也会为天人 讲缘起信空 所以你看 观音菩萨 就很自在地坐着 有月亮 下面有海水 这叫水月观音 再接下来再看 好 第二张 敦煌的壁画 水月观音 你看他背后是月亮 然后呢 下面的坐着莲花 莲花下面有湖水 或海水 再看下面一张 宋朝的造型 尤其是禅宗 特别喜欢这张 为什么呢 表示观自在菩萨 心是如如不动的 但是你注意看这张画 背后画的也是月亮 达摩祖师好像有点 长得像这样 对不对 是不是 有点像 所以禅宗 在宋代的造型里面 在很多禅宗的道场 就喜欢供这样的水月观音 表示呢 一切法是了不可得的 是必尽空的 再接下来看 韩国的国宝 水月观音 就非常的庄严 注意看 观音菩萨的衣服 是透明的 白色的沙 印度人 跟早期的佛教 佛像穿的衣服 都是透明的 假如你有机会 去看博物馆的造像 印度的佛像 跟早期 中国唐朝以前的佛像 佛像都是衣服透明的 所以你看得到 佛的脚跟身体 可是中国人比较不喜欢 会觉得 好像看到佛的屁股 不太恭敬 所以中国人就喜欢 用丝绸把它遮起来 对不对 好 那你看 到了韩国以后 可是呢 它的艺术造型 后面是月亮 最大的是它的月亮 下面它左脚踏着莲花 然后下面是海潮音 海水 这是韩国的国宝 非常久的 水月观音 所以韩国人 很喜欢念观世音菩萨 而且韩国人呢 也很喜欢拿木鱼 打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叔父这个木鱼 就是韩国的 他们念 波尔波罗密多心经 那日本人呢 也喜欢观音 但日本人更喜欢 阿弥陀佛 所以你到日本人呢 你看到日本的出家人 你跟他讲 南无阿弥陀佛 就是南无阿弥陀佛 这是日文这么念 可是呢 韩国人你看到他 他还跟你讲 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对不对 再看下一张 现代的绘画 现代人绘画 有些人画得很好 他用清净心画 可是现代人画呢 有些人也喜欢乱乱画 画佛像跟写佛经 要有恭敬心 这是阴光大师 是在文操里特别叮咛的 你看这幅画的也很庄严 各位看到 左上角有月亮 右上角留下来的有瀑布 对不对 下面呢 观音菩萨自在相 对不对 他右脚是翘起来的 左脚放在莲花上 莲花的底下呢 有水 所以代表水月观音 再来看 现在呢 也很流行木雕的佛像 你看到 这样一个半的月亮 对不对 水月观音 尤其现在很多的 素食店都标版禅风 禅中的禅 对不对 很宁静喜悦的禅风 一进去 它会布置为水月观音 那至于外国人 他不是佛教徒 也喜欢在客厅里买一个 观音菩萨做艺术品 我觉得做艺术品 没有什么功德 而是你要真正点香 供养礼拜 所以这是很庄严的 现代木雕 水月观音 好 接下来再看台湾 台湾有很有名的 三亿木雕 新加坡有很多佛像 也从中国大陆来 其实有很多好的木雕佛像 是从台湾来的 好 你看 这背后呢 它画的一个圆圈 就代表水月月亮 观自在菩萨 摩河沙 好 接下来再看 现代的造型 现代年轻人 喜欢这么Q的 黑白对称的观音 那我在想 将来的观世音菩萨 会变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可能一个要拿 Mobile Phone 一个要拿Computer吧 对不对 我前几天给你看到 观音菩萨 两手捧的 日月观音 对不对 将来的佛菩萨 可能要更多只手 要拿很多东西 所以真正的水月观音呢 是代表空性的智慧的意思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礼拜 地藏王菩萨 或观世音菩萨 功德无量的 接下来再看 三十九页第十行 心四胜过无数的身毛 今天让我讲一个段落 善男子 释迦牟尼佛有对保守菩萨 以及与会大众说 善男子 又如四大步骤 东南西北 所有有四个脚的友情众生 他列出来 狮子 大象 马 老虎 野狼 熊 鹿 牛 跟羊 确定这所有的动物 都是四个脚的 对不对 这些所有的众生 他身上的毛 细细的毛 我都能够一一的把 所有四大步骤 所有的动物 四只脚的动物的毛 通通的数字 我都数得清楚 那当然是很多 可是善男子 观世音菩萨所累积 无量的功德 是超过这些的 我是不能说到穷尽的 接下来再看下面 心五 这一段这些都并不难 师父就讲快一点 心五胜过无数的供养 善男子 若有人以天上的珍宝 金宝 做过像围成树如来的形象 形象就是做佛的小形象 在藏文叫做叉叉 西藏人很喜欢用泥土 做一个观世音菩萨 那个叫叉叉 那这里意思是说 用天上的珍宝 做很多小小尊小小尊 很多很多的佛 就像 对 静明佛学圣 两边墙壁的 这样观世音菩萨 一尊一尊一尊 很多很多的 然后在一日夜当中 昼夜供养 那他得到的功德呢 是无量无边的 我释迦摩尼佛 对这个人一日夜昼夜的供养 像围成树这么多的如来 那当然功德很大 而事实上 观世音菩萨所累积的功德呢 是比他更大 无量无边 这是第五个批语 接下来看第六个批语 胜过无数的树叶 善男子 又如一切的树林 我能够数树叶 一页一页到底有多少页 观自在菩萨的功德呢 我是数不尽的 好 在这里 我先看 你看看树叶 我再讲个故事 各位看到 树 在普贤行愿品 代表菩提树王 所以你若听过 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的人 西方极乐世界 都有菩提树王 很高很高的树 而且我成佛的时候 西方极乐世界是 宝树骗国愿 所以可见呢 不但是我们这个地球的众生 喜欢树 在其他星球的众生 也喜欢树 为什么 树可以成凉 树可以遮阴 古人呢 很累的时候 走得很累的时候 会在树底下休息 而鸟呢 也喜欢在树上做鸟巢 所以表示树啊 可以做众生的依靠 再看一下 台湾阿里山的神木 有一两千年的 一两千年的历史 大概从宋元明时代 这个神木就在 你看 旧下往上看的神木 一两千的神木 那神木的叶子 是非常茂密的 那里是数不尽的 所以表示树叶无量无边 好 这里有一个问题 佛陀在世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学科学的人 印度人 很聪明 想去考验佛陀 他说 释迦牟尼佛 你真的成佛了吗 你是骗一切智吗 骗一切智就说 他所有东西都知道吗 他不太相信 他就问佛陀 他就问 佛陀请问 现在你坐着 对面有一棵树 他树上的树叶有多少 遍呢 佛陀立刻就告诉他 他吓了一跳 他说真的吗 是真的 不相信你去数 那个人呢 也有一点神通 后来找了很多人在数 哇 真的树叶呢 就是讲了 释迦牟尼佛的数字 后来他就说 佛陀请你眼睛闭起来 我们这些人跟你考个游戏 就一群人把树叶这样 抓了一把藏起来 佛陀请问 现在树叶还剩几片 佛陀也答对了 从这种住室可以知道 其实佛陀的证悟 是连科学他都通达的 就是他对树的叶树 他都很清楚 所以他对三千大千世界下的雨滴 他是不会算错的 佛陀真的是 骗一切智者 最后再看 星期等同圣者的修行功德 善男子 又如四大不周 所有的善男子 善女人 同男同女 所有的一切众生 都认真的修行 有些正一果 二果 三果 四果 就是欲留果 一来 不还 还有阿罗汉 这就是生文成的 一二三四果 有些正圆绝 有些正无闹 无上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那请问 所有人这样认真的修行呢 他所得到的功德 那大不大 当然大 三四大不周 所有的众生 都成为圣人 他的功德 等同观世音菩萨 一根寒毛的功德 那么大 无二无别 所以各位 你终于知道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很大吧 希望今天 回去好好拜 观世音菩萨 地藏菩萨的功德 也很大 一样无量无边 若你读地藏经的时候 若你没有供养的人呢 希望你真正的 找一张佛卡 真正的礼拜供养 你就会生起 无量的福德 好 给各位看几张照片 这张是商业经社 在我来讲经的 我们举行的六天的 普贤行愿法会 还有每天念 一百零八遍的 往生神咒 晚上 师父亲自领众 拜大悲餐 连续的六天 为全世界的人 乃至为新加坡 全部的佛友跟众生 所以你们每个人头 应该是 金光陈陈陈才对 我说师父都帮你 回向了 那最后呢 在回向完了以后 就所有的佛像多起来 然后呢 我们就拍了一张 做留念 这就是商业经社 牵手的观音 那我们的道场 现在呢 还在两三个星期 就开始搬迁了 所以这个呢 也是感谢三宝 我们也是足足 拜了一年的大悲餐 才找到新的道场 我们以前的道场 大概只能坐 三四十个人 那拜大悲餐的时候 大悲观音菩萨加持 整个是 金色也都满满 现在我们找到呢 将近可以做两百人 到两百五十人的道场 然后我们也会租界 五年到七年 只是跟各位讲 这尊观世音菩萨 是很不可思议的 好 接下来再让我讲一段 我们就圆满 好不好 观世音菩萨在现世当中 请看一下讲义 三十八页到三十九 你看 从看科判 他可以树献七宝 观音菩萨可以拿金色莲花 观音菩萨可以献神通 度一切友情 观世音菩萨的功德 胜过无量无边的辟域 那观音菩萨在现世里 为什么能够积这么大的功德呢 简单的讲 他每一分每一秒 都把握一切人事物的因缘 他关心众生 所以接下来 在现世音缘里面这一段呢 师父先想讲一下标题 明天我再讲细节 请专心听 我们人与人之间相处 是很不容易的 你既然学了观音法门 从哪里修 就是你每天早上动起来 动念头的时候 要调伏自己的心 那不论在家出家 只要眼睛一睁开 你都会碰到人 事跟物 尤其你读谱先行愿品 菩萨若无众生 则不可能成就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你说功德在哪里修 就是在人与人互动的时候 你可能要跟你太太先生互动 你可能要跟小孩互动 上班的时候要跟老板同事互动 有时候你要跟你的朋友互动 可是假如我们不了解 沟通的方法的话 人与人之间是很难做人的 我们中国人说了一句话 人难做 做人难 难做人 真的人很难做 为什么 因为人的心太复杂了 你本来好意想关心他 你因为沟通的不好 结果你就没有智慧 那你也会产生误会 各位想一想 在座 你在新加坡 不管年纪有多少 你一生当中 有没有十年都一起 联络的朋友呢 有没有二十年了 你都还永远成为好朋友的呢 三十年 我们都还是好朋友的呢 对不对 我问一下 你觉得你三十年 都还是好朋友的 请举手 你的朋友啊 跟你三十年 好 手放一下 那表示你年龄 一定超过三十岁以上的 对不起 女人的秘密 女人的年龄是秘密 师父 respect 你二十年 都是还好朋友的 请举手 好 十年都还是好朋友的 请举手 好 然后反问 你交朋友 不到三年 就翻脸的 请举手 诚实一点 好 有些人交朋友 不到五年 就翻脸的 请举手 你想想看 对 所以我们人与人 沟通是很难的 我俩 请举手 我 请举手 决定 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觉得华人都不太喜欢沟通 真的 师父本身也是华人 我去西方受教育的时候 最大的考验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请看幻灯片 上野金色的positive communication 人不要做negative communication 要做positive communication 人真的要相互的沟通 华人呢 沟通比较差一点 包含我们的文化 或我们都不好意思的讲 其实应该要讲 英文讲 It's better to speak out 你要讲的时候讲出来 但是讲的时候要选正当的时间 要心平气和的讲 要用友善的方法讲 比如呢 有时候老公跟老婆都会这样啊 老公 咱们出去啊 对 我们一起走吧 去哪里 你知道我的意思咯 我怎么知道你去哪里啊 开房间吗 还是逛街呢 你都没有讲 对不对 那师父也深深觉得 对不起 修好了对不对 等一下 这个怎么关 你还是来帮我一下 不然他有回音 阿弥陀佛 所以人与人之间要学着沟通 沟通很重要 然后呢 我也发现在新加坡 很多的佛教徒 都很虔诚学佛 但是啊 爸爸妈妈不太会跟孩子沟通 所以我公开呼吁 希望将来的所有的寺庙呢 都能够办亲子教育 真的 我举一个例子 各位不要生气 我曾经见过很多年轻人 来就跟我说 师父啊 你知道吗 我非常气我妈妈耶 虽然他跟你学佛 我说为什么 他说他常常 去听经 都不煮晚饭给我吃的 他说阿弥陀佛 师父下次再提醒一下你妈妈 我说你不要生气 你是全神学佛 没有错 可是你忽略了孩子 所以爸爸妈妈 应该跟孩子沟通 那你知道吗 孩子一定跟我们想法不一样 每一个时代都面临 传统跟现代的挑战 举个例子 我跟我师父的想法也不一样 将来我的徒弟 也不会跟我的想法一模一样 所以人要沟通 你会作为一家人 爸爸妈妈跟小孩在一起 做家人就有共业嘛 那共业你就要找到好的交集 所以要沟通 现在大家都知道 养儿不能防老 孩子有孩子的世界 对不对 你生下他来 你教育他到二十岁 剩下责任就应该靠他自己 要培养他独立 但是希望你跟他 作为好朋友 你不要传统的用下 来儿子我告诉你啊 这么做啊 A这么做啊 B这么做 他才不甩你的 现在年轻人不是这样 你说A 他就说B 你说C 他就说D 那你不气死了吗 对不对 那你想 哎呦你知道吗 老妈 单身妈妈 做牛做妈 买东西给你吃啊 对不对 我帮你做完早餐 你还嫌不好吃 为什么 因为你做的不是他要的嘛 所以很多佛友来见我的时候 说师父我做拍名 拍名 你自己找的啦 你自找的 你不知道你给他的不是他要的 举一个例子 专心听啊 给师父一点时间 这个很重要 所以观音法门 要用在你修行上 比如说现在夏天热了 你起一碗都是这样子 来儿子 我买Apple juice哦 你喝吧 你都是强迫式的 那儿子当然不喜欢 女儿也不喜欢 沟通叫什么 你反过来讲 儿子啊 妈咪要去买果汁 哪一种果汁你想喝啊 他跟你讲啊 Origin juice啊 或是呢 Apple pie juice啊 或是Mortemelon啊 你要买他喜欢喝的 对不对 价钱差不多嘛 所以重点是 你给他的不是他要的 所以你们沟通里 就会发生冲突 小孩子说你不法教 所以我觉得各位老菩萨 不要难过 我们的时代真的是不一样 师父也挺老的 对不对 头发 白头发都出来 但是我的人老 心不老 师父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 所以我今天才长得这么cue啊 对不对 我还有赤子之心啊 我很愿意跟他们一起做朋友啊 对不对 你应该打开你的心量 你不要把你的心关着 你虽然关爱他 可是你关爱得很痛苦 答案是你给他的不是他要的 了解吗 那作为儿子女儿 也要体谅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养你不容易啊 对不对 你要感恩啊 你虽然将来你有自己的世界 所以你真的要沟通 所以我觉得华人的佛教徒联友 常常沟通不太好 然后每天就说 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 拍灭啊 拍灭啊 然后人家跟他 你跟他儿子沟通 谁原来 对不对 我问心无愧啊 没有错 你的心很好 可是你心的表达方式 可能不太恰当 注意听 沟通不但是用讲 有时候你也可以用写的 有时候你讲他之后 他就会生气 你有没有发现 当爸爸妈妈讲小孩子 你讲他一句 他顶你三句啊 哇 很多爸爸妈妈都很容易有心脏病啊 对不对 那你心脏怎么会好呢 对不对 比如说你也可以关怀他 比如说早上他很辛苦 你帮他做早餐 写一张卡片 儿子 Mommy love you 你们都讲 不喜欢讲 I love you 我爱你 我真的关心你 妈妈出去做工了 对不对 订过或冰箱的早餐 你自己吃 Have a nice day 你写下来 儿子看了呢 刚开始 妈妈都是假假的 但是他还是把这张纸 塞进去了 然后到中午看一下 妈咪真的很辛苦 我回来的时候 他还做第二个工 孩子是有良心的 他会感受得到的 但你不要一直念 一直念 一直念 你们很会念经 但是对小孩子也很会脆脆念 你们的功力用错地方了 知道吗 没有一个人喜欢念 举个例子给你听 师父也不喜欢人家念我 我并不是笨的人 我妈妈很小的时候 教我都很有智慧 她教我的俗名 空空啊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说 教朋友要谨慎 我们以前呢 七点要回到家 就要七点回到家 最晚七点十五分 回来的时候 要跟着爸爸妈妈 我回来了 你不讲的话 那你一定 给我爸爸打的 我爸爸是军人 出门的时候 要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我今天要去哪里 做什么 我要不要回来用晚餐 都要讲 那像现在小孩啊 对不对 SMS Mother Take care Enjoy yourself Bye 就走了 你不知道要去哪里 那作为爸爸妈妈 也很担心小孩 半夜两点了三点 也不知道是去夜店呢 还是去圣淘沙 还是去给浪呢 其实也不知道 对不对 你讲他 他就不高兴啊 第二天 他很早天亮才回来 那爸爸妈妈看到 你昨天晚上怎么回来 管那么多 对不对 我又没做坏事 不 他昨天的确是做坏事 所以你看 你这样子就会有对立 那当然你很辛苦 师父要鼓励的是 爸爸妈妈要改变 做儿子女儿也要改变 这叫做communication 当然你拜观世音菩萨 绝对有用 观世音菩萨一定会鼓励你 可是呢 现前你碰到人事物的时候 你要珍惜 你要换个方法 他不喜欢你念他 你就不要一直念他 他是你生的吗 他比你更聪明吗 你告诉他 鼓励他就好 每个孩子自己独立长大了 还有你要关心他交的朋友 现在年轻人会变坏 都是因为交坏朋友 所以请看一下商业金色 幻灯片 先要讲相信 真诚 要倾听声音 还有沟通 要有善巧方便 skillful means 还有要有耐性 对不对 我再讲个例子就结束 夫妻之间相处也是如此 有些现在老公 刚结婚的时候 还对太太比较温柔 结果久而久之 因为工作压力大 然后也有朋友的压力 也有业绩的压力 也会累 那有时候好的太太都会暗示 老公 老公 我下个月就是我生日了 他暗示他 暗示他三次 结果快要到的时候 这老婆就非常生气 她一定有外遇了 她都没有对我任何表示 你就会乱猜 然后你就说 老公 我生日快到了 今年我们结婚十年了 我们这么甜蜜 十年了 你要买什么礼物给我呢 结果你选错时间 老公下班非常累 他突然跟你讲 买什么买啊 我所有钱都交给你 管你还不够 你不会自己去买啊 女人就是非常的吃醋 自己买跟老公买 意义是不同的 师父讲的真真切 你看我和尚都有智慧啊 我看的一清二楚啊 对不对 他做老公呢 也真的很笨 他暗示你要买 其实他在乎的是什么 你是不是关心他 结果呢 这个老公呢 因为很生气的呢 就顶着他句话 买什么买 你自己不会买 我钱全部都给你管了 你都是管家婆了 你还要我买 你不会自己去买啊 哎呀 你讲话太毒了吧 你还骂他管家婆 的确他管你的家 对不对 随便新加坡常料一句话 包山包海 通通包 通通管 可是太太需要你的是什么 是你体谅他 你在乎他的生日 你在乎花时间来关心他 可是有时候我们做男人的人呢 你说男人很聪明 其实男人很容易少几根筋的 那女人也是这样啊 他就会猜 哎呦 你搞不好有外遇了 以前呢 都是呢 七点回来 现在九点回来 Let me check his email system 你看 这时候彼此的信任就破裂了 对不对 其实没有这么严重 但是你因为忽略了你的悲心 还有你沟通的方式不一样 所以希望我这五个沟通呢 也是提供我们商业精神的干部 因为每一个人来自于不同的教育背景 每一个人来自于不同的环境 在同一个道场里面遇到一起做佛友 其实要常常沟通 不要做负面的沟通 嘴巴低着嘴巴甜一点 不是叫你很狡猾 而是说 讲话要有智慧 讲话要婉转一点 关心人要有方法 不要脑筋跟肠子一样 直直的就用一条方法 就像刚才老公回来这样 对不对 你不会自己去买呀 对不对 我钱都给你管啊 不是 没有错 但他在乎的是 你有没有想到他的生日 那反过来 对不对 反过来就有很多精彩的故事 明天再说了 今天奖金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因为今天已经是礼拜天 对不对 明天还要上班 所以希望大家回去预习这位 然后呢 我们的回向文 请合掌 我很简单 只要念四句记就可以了 请各位翻开 第八页 第二十行 蓝色的 第八页第二十行 念我词 我词补贤 书圣行 就可以了 虽然它是最短的回向文 但是意义是一样的 这样我们就可以节省一点时间 那待会回家的时候 请大家不要急 希望你有个甜美的梦 明天礼拜一 对不对 又是 又是 又要工作了 很辛苦 希望你明天做个快乐的菩萨 晚上做个快乐的猪 睡饱一点 明天才可以做快乐的菩萨 所以 我们念最短的回向文 请合掌 第八页第二十行 一起念 只要念这个祭颂 一起念就好 请你用心观想 因为今天我们听闻佛法的功德 功修的功德 就回向给一切众生 一起念 我此普贤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逆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唱 好 今天讲经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明天见